在計算我們的學生用口罩這條數 剛才說了 只是學生 98萬 加上老師8萬多人 不要計算其他校工 相關需要入學校的人 其實還有一個 我送飯去 我送一些學校的物資 進去的人其實都要的 不計算那些 只是每天需要100萬 一個人一個口罩做基礎 如果由3月2日到7月14日放暑假 當你一個星期回5天才算 簡單來說 當成100天 即是我們需要一億個口罩 一億個 一億個口罩 如果我家長 即是在現在的情況下 我真的沒有可能 你問我呢 Peter我真的 買不到 沒有 我真的無能為力 我沒有辦法提供到這個口罩 給我兒子上學 那怎麼辦呢 那你教育局局長 你不就要回答這些問題 你才有基礎 告訴我 什麼時候復課 或者 沒有了 我還是繼續 不用上學 但是我覺得 要他教我 我覺得 如果 是這樣的前提下 是 教育局哪有條件 支援到那些學校開課 是 我都未計劃洗手液 今天 已經開始 大家在傳筋話去 超級市場 缺貨的名單 越來越長 你知道嗎 除了口罩 洗手液 然後呢 我聽說 因為現在 那些大學 那些醫生 那些老師 就教人 怎樣自己 開一些消毒藥水 洗手液 稀釋可以自己 現在是連 火酒都買不到了 就是 入火酒你想自己混 都沒有這樣的原材料 然後呢 就是 抹手那些消毒的紙巾 接著說 就是 今天我自己親身經歷到了 在支援市場 真的 那些叫洗手液 就已經是沒有了 沒有了 我剛才說 我進來 錄音之前 就開始說 有一些照片 我那些沙田的朋友 拍出來 就說 他們那些超市 連刺子都沒有了 我相信 搬廁紙是早就沒有辦法 找到的 但是你說要找口罩 真是有心無力的 你有錢都賣不到 那怎麼辦呢 那我怎樣可以提供到 你叫我只是給一個口罩 小孩子和女兒去上學 我也不放心 是吧 至少有兩個拿著在手 你才上學 上學 好了 如果這樣計 有些有創意的商家在做事 我在電台聽到 鍾國斌 自由黨 他說 跟理工大學 在研發 他說做到了 他說經意用一些板 有些特別的報 是可以做一些 未經測試 不是 他進行測試 未經測試 OK Peter 我就算 就算 就算 我當你成功 3月2日服貨的話 今天是 距離 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之內 你每天生產一百萬個 怎樣做 我們現在 邊境那裏 一個月才生產一百萬個 所以要用自動化 因為那是人力去做的 這些問題 我不懂得回答 留給局長回答 不過我完全想像到 他的答案 很難可以說得很實在 如果不實在的話 譬如簡單到你是不是 真的可以做一個承諾 學校有需要的口罩我支援才行 哪裏做到這個承諾 他又不是澳門特首 做不到這個承諾 在前提下 我就覺得 我們香港沒有條件 3月2日服貨 我跟大學的管理層聊天 得到的印象 得到的印象 Peter現在 雖然已經 基本上停了課 大學就有條件 遙距授課 網上教學 因為大學 基本上 支援夠很多 大學生也很習慣 用這樣去溝通 但是我們說 九十幾萬個學生 臨時臨級 怎麼做一些 臨時教學的東西 即網上教學的東西出來 如果不開課的話 其實教育局就有這個責任 現在特首就呼籲大家 沒有什麼 放你假 不是叫你到處走 你要留回家 留回家 留回家去到放暑假 幾個月 怎麼安排 現在有個說法 請他們預支了暑假假期 是啊 要多暑假期 再上學 對 因為前提是梁振偉說的 是我們六七月的時候 疫情應該去退 調一調 不是不行的 但是由現在到七月十四號 我當你七月十四號 否算 你的小孩在家裡 你叫他留在家裡 你都要安排他在家裡做些事情 是不是 我真的安排不到 我現在想到 買一些千多粒的Legos 叫他砌 等他砌幾天 立刻解決幾天 即所不數 立刻解決幾天 但是這個期間 其實教育局 未開課的時候 就有責任是統一 你起碼有一些 是 你經電視台也好 收音機也好 網上高也好 你都做一些叫做 抑制 不要說 補課 起碼 我開著的電視 或者什麼 我的小孩 都有一些 怎麼說 抑制 正面的事情 現在可能覺得 香港電腦的教育電視很有作用 立刻要想 我真的覺得立刻要想 就算我可以想像到 其實可能要分階段 大過的可能讓他回學 小的就遲些 尤其是幼稚園那些 你開課 爺爺同工都不放心 讓他回學 可以這樣分開來想 但是整體來說 我覺得 只是口罩這個問題 我們真的沒有條件 3月2日復復復復 如果真的沒有這樣的支援 不要說政策其他上高的東西 物資上高的都支援不到 你便要考慮一下 在這段時間 用別的東西 是幫到 不要說幫學校 是幫學生 幫家長 都好好的利用這段時間 是吧 我完全聽不到教育局在這裏有什麼準備 剛才說即使大學 可能你的想法就是家長執生 你自己好好的管教小孩 家長還要上班 不是很多 一部份要上班 不是很多好像公務員 一部份可以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 在家工作都是延到2月19日 現在的說法 之後都不知道怎樣 我都明白 見步行步 逐步逐步宣佈下去 但是現在你便要宣佈下一步 教育局在說 正在說那些大學 我的大學生還沒計進去 正在那條數 其實是同一道理 雖然大學的環境就寬一點 這些是大學生成人 那個治理管治自己 衛生方面應該會好過他的弟弟妹妹 但是大學如果 就是同一道理 大學是否需要提供口罩 大學是否學生回來的時候 要求他們帶口罩 這些可能 未必是教育局回答 這個可能是UGC統一 都要有一個指示 如果不是大學理論上 這些可以自主 但是沒有理會 我們會看我們局長怎樣 局長可能寫到 校本管理 你們自己各自為政 會的 但是如果這樣說 就叫那千多間學校 推他下去 原來 一個校長怎樣做到這個決定 你自己服不服貨 一定是政府統一的決定 但是我說大學可能就有自己的條件去衡量一下 而大學我覺得反而不用太擔心 因為 我相信他們根本這個學期都不會服貨 因為上一宗都沒有做 那些學生再做做法 埋回 我不是怕他們衛生問題 是怕他們保安 擔心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大學已經宣布了 現在基本上他們都繼續在教學 不過是網上教授的原因 那就完全沒有什麼需要 這個學期服貨 我估計大學基本上 這個學期根本就是會停課直至暑假 甚至他們也有出了一些通告 叫內地生還沒回來 基本上你不用回來 直至到零行通告 因為都是問題的 你現在回來後 又有隔離這個問題 十四天 十四天 現在政府說了要求 統一全部都要隔離 變成政府措施 政府的措施 那是不是政府全部打底 因為大學生有宿舍住 你上學大學宿舍 學校自己安排隔離就可以 這些其實所有問題 這些細節是容後公佈的 對 那就是要看你這個星期 其實我給了你一個星期的時間 局長 你交不到功課 遲交等於沒有交 我記得 我小朋友 做功課的時候就是這樣 遲交等於零分 你自己想想去 這個問題 九州是難搞的 如果你要我開埔 很多海外的地方 這麼出口 我早幾天都在代表D100 在那裡滑船 看看是否可以在海外 找一些 一批回來 讓我們自己有 我們自己的工作人員 可以 價錢是很公道的 但問題就是 我都未曾拿到樣板 未曾拿到正式報價 說約莫多少錢 我覺得價錢是可以想的 當然要問規格 是否可以隔離細菌 可以隔離什麼的程度 Peter 我覺得 只要他是口罩 你有沒有來 你都下單 下單這麼大的單 因為他又有一個 最低限額的要求 我認識有些 這裡其實很多老闆 很多公司 都說了 如果哪裏外面 是可以搜羅到 有口罩的 他們真的不介意贊助 Peter 如果是下單價錢的問題 這個 我可以拍心口 跟你解決 那個問題 大家都找不到 大家都找不到 上個星期 這個星期 春節的問題 很多物料的問題 在關口說 有些滯留 又說 郵政會優先 處理這些口罩 一個星期之後 理論上 過去幾天 就優先處理 但是今天五千人排隊 每一次 每一次 只有人說 有這個 口罩賣 都不理價錢 都不理什麼規格 就有人排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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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機會 落到單 其實都不用怎麼想 那種單機 泡了湯 泡了湯 甚至南韓也說了 小規模 你自己 自己一盒兩盒 寄不住 但是 多一點 他都要管制 這個又不怪人 台灣就馬上說自己 先開新產線 我覺得其實 特區政府 叫局長去搜羅 覺得浪費 百分之一百 是浪費 入 你叫局長去想其他事情 現在全香港自己 每一個 可以有條件進口 就算 不要說大批入 我老婆每天都在網上 在Facebook上 由歐洲到美洲 到澳洲 都到處找哪裏 可能有口罩賣 就是 大家都各自用自己的方法去搜羅 我相信 我們 找到 那個條件 會給你的官 會熟悉得多 人家做開網購那些 就是 做開網購那些 都已經差不多 是總動員 就是到處去 就是那些同事 去 source 口罩在哪裏有 但是我按進去 都還是暫時缺貨 所有類型都暫時缺貨 還有當你見到 或者是報道 聽到一些新聞 是說有些騙徒 從中在那裏 做手腳的時候 你又很害怕的 除非你是跟某一個供應商 一直都有賣開東西 如果不是 雖然他不可能騙你多 一千幾百元 哇 草草還很多錢 其實 中國賓 我覺得他 比政府 行前很多 那個什麼督道委員會 我寧願坐這些人進去 我寧願衝過不進去 甚至你換一個特首出來 我絕對不介意 換什麼生物發展的局面出來 我不介意 你真的找一些在外面 實戰的人 去處理現在這個實在的問題 會有很多 我想說 你節省局長的時間 別再 別再 別人外面每天在做 就是入貨的人 現在都 用盡各種方法去做 你特區政府開聲 跟其他政府拿 誰會理你 沒有人會理你 內地政府都不理你 你不要說其他 好了 那你不如實實在在 特區政府現在要做的 就像剛才你說的 鍾國斌有這樣的提議 不知道多成熟 你就馬上用盡政府科技 財力 物力 去支持這件事 可以的就行 不行的就不行 不行的可以怎樣改良 就算不行也好 這個是新科技 新科法 新的物料 你可能長遠來計 都要付些錢 既然理工有這樣的基礎 可能做出一個香港品牌的 既然理工有基礎 你馬上扔錢下去 你還扣別人的錢 說不撥款 立法會 反過來你馬上扔錢下去 是的 如果是要檢驗 檢測是不行的 就立刻找大學去做 找你那些驗證機構去做 這一個就是 剛才說的 新希望 一些新型的 可以重用的口罩 我覺得絕對絕對是 priority 之中的 priority 還有 就算你現在是羅湖 正在生產 加了料 24小時新生線 都是150萬 那你是否立刻 林靜徐說 有匿名的人士 送了一些自動化機器給他們 又再加了 應該不止150萬 就算這些機器 你不能進口 自己都要想想怎樣做出來 你還等什麼 因為這裡還要持續 我當你六七月 六七月是這次疫症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再來 這些生產線 你一定要準備還是在這裡 這個就是特區政府要做 你個別商家 經常都看到 有些就說 我徵求 大家知道哪裏有機器可以進口 哪裏有廠房地方可以做 這些就是政府要統籌的事情 林鄭月娥在統籌什麼 這些這麼實際 這麼實際 是可以真的有錢 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又不做 然後就天天在解釋 為什麼你不做其他事情 還要解釋 為什麼不肯見那些 是護士的 是那些 是醫護人員的工會 這個呢 解釋什麼 然後就說 這個是醫管管理層要做的事 他們比較清楚 你需要 這句我 休息之前都要說 傻的嗎 現在我們的醫護人員的訴求 就是你 抹著全面封關 當然是 你有需要的物資 各方面可以繼續進出 但是 這個訴求 是醫院管理局打不到的 是只有你林鄭 現在我很清楚 只有你林鄭一個人 或者她對上的老闆 才可以做到這個決定 你推到醫管局做什麼 醫管局做不夠嗎 他說實際上跟醫護的工會 他們的意圖都是很相近的 相近沒有用的 人家現在是要求這幾個 要求你做這些措施 越來越多 有些平時 不要出聲的 甚至要 他都出聲 我喜歡他的說法 就是 這些大官不要只在寫字樓 麻煩你抽個時間 去醫院看前線工作人員的工作 不怕 不是叫他下手腳做 你去觀察一下 不要說去醫院 你叫他去哪一條街 都會引起騷動 沒有口罩 他自己一定有 但是圍著他的人可能沒有 哈哈哈哈